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视角 就是已经有一个相对较为充分的调整 这还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在两周之前 把它作为重点关注的兑现的原因是因为 反抽的过程当中价格没有明显的上涨 但是呢 量堆我们来看啊 它的一个量堆已经和前面的基本的持平了 就是呢 有量能的持续的涌入 有量能持续的放大 代表有资金接入 有资金持续接入 那么它就有未来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 其实对于整个骑射电子方向的话呢 在近期 它是属于量价起升的一个关系 而且的话呢 这个上涨 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讲到这个给他讲一个经验的视角 什么经验的视角呢 对应的 这个过程当中 同样是反弹 如果说 前面下跌之后 这个反弹反弹的力度 相对来说偏弱 同时量堆而言的话呢 它没有持续的放量 而是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的基本的持平保持这样的一个量能缩量的一种态势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持续性一定很难 很难走持续性 很难走持续的同时 要么就是随时可能会转向下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量能的支撑 即便向上多走一点 它也是有多 大概率的还是向上拐头 那么同样的像当前 气色电子板块只说的话呢 它的量能 就是它的价格呢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呢 但是量能已经突破前面高点了 量能突破前面高点 后面密切关注的是量能的变化 只要说量能能够保持住 那么基本上 此处而言突破前高 它是大概率的 或者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呢 对于气色电子方向的话呢 当前还可以继续观察 后面呢 只要说量能不追愿 快速的持续的缩减 缩量 那么这位置震量当中 不排除摸前高的 好 所以说呢 后面观察的节点 一个是调整较为充分 近期的话呢 只要说有量能的呈现 或者有量能的持续 有量能的流入 有量能的放大 那么都可以作为重点观察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来进行跟踪 好 这是气色电子板块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 更大的一个结构 更大的结构呢 从855点位以来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我们来去观察 观察是什么呢 当前它实际上是属于 日线级别周速延伸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 周线级别来去看待 因为呢 延伸可以升级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123456789 九段可以升级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周线级别中枢 来去看待的 周线级别中枢来去看待的话 那么前高的位置观察能不能突破 如果说能突破的话呢 走的就是周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段了 而且呢 这个过程当中 伴随当下呢 是有量度的呈现 所以说呢 该方向还是可以基于跟踪的 这个一个视角 那么呢 借持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图表上面 在这样的图形当中 后面观察的视角是什么呢 我们重点跟踪 就是所有的大的结构 它就是从方向的一个思考 从大局观的维度来讲 值不值得去参与 值不值得去观察 值不值得去跟踪 那么具体怎么去参与 怎么去跟踪 怎么去交易 那么还要回归到细节之处 回归到什么呢 回归到交易程序当中来 那么我们当前呢 可以重点观察这一段 它的一个走势 例如说的话呢 日线它只是还是一比上 日线一比上 30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它是30分钟这样的一个 大的线段上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如果放在5分钟的 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一个5分钟的 趋势上 从1654.41 对应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下方这是一个 对应的是一个5分钟书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5分钟书 5分钟书的话 后面可以用最小级别 用什么 用5分钟书来去跟踪 跟踪的节点是什么呢 接下来 它只要说保持重心 上移的状态当中 它就可以短线看墙 就是短线应该保持强势 这个位置不怕它一天 两天真浪 只要说呢真浪 它保持这样的节奏 什么节奏呢 例如说呢 当平台突破过之后 后面的真浪 只要不破这个中书上延 后面如果说呢 持有往上再真浪 真浪呢 只要不破这个中书上延 都可以视为强势的状态 如果说呢 一旦什么 一旦破了这样的中书上延的位置 那么代表的话呢 它可以防范这反向运动 这个反向运动的话呢 看它如果说走一个 5分钟的判证下跌 5分钟呢 判证下 三分线段下 日线的一笔下 一旦出现强底分 那么对应呢 又是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 其实炼指 因为当前呢 还是属于在哪个 这是前面是一个日线的 线段下 当前走的是一个日线的 一笔上 当前呢 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可以新高 那么如果说呢 对应的当前的 跟中书上延 是可以用更小级别 这样去跟 只要说呢 保持真的中心 不断上移的节点 还可以去持越 持越向上 如果说后面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 强顶分 破五均了 注意 一旦出现 那么出现强顶分 顶分型 破五均 那么可以呢 先避险 但是呢 一旦给出一笔下 出现强底分型 那么它是属于 更大级别的 就30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了 那么呢 这个位置 前面是个30 前面是30分钟 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日线的线段下 这个位置呢 完全可以推演出一个 30分钟的盘整上 或者是日线的线段上 所以说呢 像气质链 主要说量能不衰竭 后面的话呢 还可能会有反复的一些 观察节点 或者机会点来去看待 这是呢 结合量能 结合它当前的位置关系 结合那细节 那么我们再看个五 其实在前面 关于汽车电子方向 或者是关于相关方向性的 咱们前面呢 是点评过的列说 像长性科技 长性科技呢 之前是在这样的节点 当时用什么视角呢 用这样的一个短线的模型 在这条节点 这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给出一笔下 底分 这是30分钟级别 三类买点 如果给出五分钟线线线下 它是属于五分钟的三类买点 就是30分钟次三买 当然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在这样的节点 包括了像万通之控 前面呢 也是这方向 也是属于标准的 五分钟二三买的重合 然而又短线的一个视角 这是前面点评过的 万通之控 好 包括了像深圳花强 深圳花强的话 前面也是在这样的节点当中 用的是短线模型的视角 事实上短线的机会点 都给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当下 例如像思维图形 思维图形 因为咱们在上一节视频当中 刚讲过选股的三个维度 就是技术特征 技术指标 或者说呢 像比价 以及基本面 那么呢 咱们 学以自用 就是呢 讲过之后呢 咱们用案例分析 例如像思维图形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 最起码呢 大家想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首先你要先确定自己的风格 你当前观察或者复盘 你是次重于短线的视角 还是次重于波段的视角 这是不同的 短线视角的话呢 不需要过于注重基本面 只需要观察当下的强弱 气图结构 好 那么思维图形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呢 它是属于像导航地图 对应的 像导航 芯片 然后呢 汽车电子 芯片业务 自动驾驶业务 等等 这是它是做什么呢 那么呢 财务分析里面的话呢 它是属于业绩是下降的 就这业绩不是下降 业绩是亏损的 在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和三季度 它的归宿母公司 净利润呢 是属于这种亏损状态 既然是亏损的话呢 也就是说 咱们前面讲的 如果说价格呢 在140年间下方 或者说呢 它的业绩呢 是连连亏损的 不要用中 就是不要用趋势的眼光 不要用中线的一个视角去看 如果说存在某种 技术特征的交易节点 只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那么当前呢 像思维图形 这样的各种呢 从10块788的位置 它是典型的30分的判断上 而且呢 30分的判断上 现在离开的时候比较强 5倍迟 经济量呢 也有MSD上0轴 它的标准呢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日线的比中输嘛 是个30分钟走出中输 走出中输的话呢 我们把30分钟中输 给标读出来 标读出来过之后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来讲 只能用短线的视角 什么短线的视角呢 向上不要轻易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有一个 一笔下的回落不破 那么对应呢 它可能会给出一次 30分钟级别的 三买转二卖 还是三买转一卖的机会点 那么只把握着一个切记 只把握着一个 买点和卖点之间的转化 这就是一次 偏向因为短线的一个视角 超短的话呢 可能今天买明天卖 或者是用 或者是 就是超短的视角 那么短线的话 其实持股 只要说呢 在 在一周以内 或者是不超过两周 都可以用短线的视角来去看待的 所以那大堆呢 几点就属于看它 等待什么 市场什么时候 会不会给出这种 30分钟级别 三买点 因为一级 没有支撑 没有支撑的话呢 你第一不能去追高 第二的话呢 不能用中线和长线的视角去跟 只能用短线的维度 短线的维度呢 只把握某种特殊的模型 即可 好 这是四维图形 好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视路 那么我们再看像东软集团 东软集团 那么对应的我们来看 像这次个股的话呢 首先 不管是 四维图形啊 东软集图形 它首先 大足迹来讲 它是属于底位的 那么看基本面 进行分析 它是以软件基础为核心 通过软件与服务结合 软件与制造的结合 好 技术与行业能力结合 提高 行业解决方案 它就属于吗 它就属于智能汽车互联 典型的汽车店的方向 那么看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的话呢 它的业绩是 还算有提振 2021年的一季度 业绩是亏损3600万 那么呢 半年度 盈利7200多万 三季度的话呢 亏损母公司减率呢 是9233万 减率增长率11% 31% 它是业绩呢 是稳定的 有提振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最新公告 最新公告的话呢 有没有明显的利空 目前为止没有 好 然后呢 再看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呢 它属于长周期 最基本上能够看到 它是在底位趴着的 就是从高到低的话呢 从36跌到什么 8块7毛8的位置 而且的话呢 它是整体来讲 从7块8块7毛8的位置呢 只跌 当前走法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一笔上一笔下 一笔上一笔下 当前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震荡 震荡的话呢 像上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而且呢 近期有这样的量能的呈现 这是东软集团 这个这个5 它的机会点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怎么去把握 怎么去参与呢 这里面要注意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要结合历史的股性 什么叫股性呢 就在历史的这种波动的痕迹 以及那方式 例如说呢 我们来要 就是这种视角要防范什么呢 防范的是历史的某一段行情的 相似性或者是重演 例如说我们来看8块7毛8的位置 一不上涨 轰轰烈烈 量能快速放大 放大之后呢 又快速缩小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呢 快速放大 后面再缩小的话呢 就防范充严 就是呢 不是说单纯的走势相似性 要关他量价关系的一个相似性 这是一个视角 所以说呢 像东软集团 这样的个股的话 那上方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当前呢 从高的节点的话 那对应的向上 不去追 所有的买点 不管是均线系统 还是属于像长轮结构 它都是下跌当中找买点的 而不是上涨当中去追的 任何追高的行为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对这个方法论来讲 都是很难去 真真真正的去领悟驾驭的 那么像东软集团这样的个股 那么怎么去 如果说想要去把握他的机会点 怎么去把握呢 对应的 这个位置呢 一比上走的比较凌厉 即使当前的话呢 他还没有 就因为还在给一比上 还在给行为的行为当中 对应的话呢 他的一个节点 我们来看 用更小级别 来去观察 30分钟 线线上 5分钟 前面呢 给出了一个什么呢 给出了一个5分钟中枢 就是从9块1毛3这个位置 反弹 这个节点呢 它是一个5分钟中枢 然后呢 之后 这些呢 都是属于5分钟大的线线上的走法 就是它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一 等大一比下回落 不破前低 出现强底分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30分钟级别 二类买点的机会点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整个板块走的比较强 个部比较比较强 那么呢 如果说逐渐第二个5分钟中枢 那么呢 也可以用5分钟的一个角度呢 去把握它的一个短插 超短线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5分钟 而先端下回落 然后呢 如果说在更小级别 出现倍次的几点 低吸高抛 它这是存在这样的几点 好 这是东软集团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也有说什么呢 后面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一个增浪的话呢 就是阴阳交替的这种增浪 增浪的过程当中 列出来 守了五军不破 增浪的过程当中 用低吸的一个视角 可能用短线的一个维度 建好就收 这是存在这种逻辑的 当然用传统结构的话呢 就是用五分钟级别的几回点了 好 如果如果在这的话呢 如果说用均线的一个系统的维度来讲 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 类一买 后面的话呢 如果给出女商位之后的第一位 形成的低连 把我二类买点是可以的 这是这是类 为什么说类呢 我们来看 前面这样的一个下跌 八块七毛八块 八块七毛八 八块七毛八的位置的话呢 他的典型的一类买点吗 进入女商位 女商位之后的话呢 后面 他的属于走出这样的一个大的震荡的一个剧情 大的震荡剧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只能去 只能去什么 用波段的一个思想 因为这个位置呢 他已经不再 不是单纯的女商位之后的低吻了 他什么 他是由女商位直接进入到男商位 在男商位的状态之下 形成这样的一个缠绕 他是属于上涨下跌 上涨下跌的这样的一个 做法 好 这是多软集团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天科技 华天科技的话呢 它是芯片方向 也是在汽车电子方向当中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经营分析 它是属于集成电路 然后的话呢 财务分析 一业级有提振 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和三季度 归宿母公司净利率呢 是2.8亿 6.1亿和10.2亿 净利率增长率呢 都是一半倍以上 349% 129% 129% 那么我们再来看 对应的 它的没有明显的利空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技术表达 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像华天科技这一支购的 咱们前面是有过跟踪的 跟踪的节点是什么呢 首先 这一支购呢 从16块2毛5到12块05 它有均线系统的话呢 是属于典型的 一类买点 好 金融南商位 缠绕 第一次缠绕中继 再下跌 这个下跌和前面的 没有明显的贝池 它形成第二次缠绕 然后再往下形成空投陷景 贝池下跌 12块02 这是薰液系统下的一类买点 非常清晰 非常明显 好 一类买点 这个位置呢 进入女商位 女商位之后 第一位形成的低点 这是二类买点 对应的 那么前面的话呢 对应的 这是很明显的 好 明显的这样的贝池关系 好 明显的贝池关系的话呢 那么对应当前的一个巨型是什么呢 好 这是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 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 都已经错过了 后面哪个巨型 怎么去跟 如果说用均线系统化的话呢 对应了 就看这样的节点 有没有自己 锻炼自己 有没有这种家喻和把握的能力 当然如果说都错过之后 后面的话呢 从均线的系统 均线系统下的话呢 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都已经 成为过去了 那么用常认结构的视角的话 还可以去跟 这是一笔上 一笔下 一笔上 那么接下来呢 一个是当下的 就是当下 当下能够把握的 这个大家能够把握的 是可以把这个位置下跌 反抽 这下跌 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可以 只要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是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 向上离开断了 这个基点呢 就是回落低息 比如说呢 对应了 它是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和卖点的直点转化 这是一个当下的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因为当下 它只存在这个机 这个级别的 这一类买点 好 这个这个结构 一旦走完 走完过 这就是这一笔上 一旦结束 后面呢 如果给出一笔下 一笔下的话呢 那么内部 有五分钟的盘整 或者是三种线量 五分钟的盘整 五分钟走对行 回落下来 观察和前面这个高点的关系 如果说连前面 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那么大概的 还是要往上再一次 再走相当一笔的 就那回落 不过前面高点 对应了 它就是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 30分钟级别的 内三买 好 如果结束的话呢 它就组建30分钟 30分钟中输 好 这是华天科技 那么我们来看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的一个矩形 好 从12块05的位置 12块05的位置的话 是可以把它作为 前面的这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中输的延伸 五分钟中输 来去看待 那么这个位置呢 从高之后 这是一次回落 回落下来 反弹 再进行回落 实际上这个一次 可以做出第二个五分钟中输 好 然后呢 可以期待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离开段 这是对应了 这是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机会点 好 那么这个结构呢 一旦走完 后面的话呢 再观察 30分钟级别的买点 30分钟的限制下 5分钟的盘整下 如果说呢 日线一笔下 车线底分 那么连前高都不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就属于 30分钟级别的买点了 好 这是华天科技的 一个跟踪视角和思路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凤华高科 凤华高科的话呢 咱们 速度稍微方快一点点 基本面 基本面大家可以 举一反三啊 就属于什么呢 F10 F10主要看三个内容 经营分析 经营分析里面呢 看它的主要 我知道它干什么呢 第二呢 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里面呢 看它是不是 其实呢 如果是偏短线的视角来讲 不用太在意这些 如果是不断的 我都来讲 尽可能去排除这种业益 连连亏损的 好 或者说连连亏损的话呢 就不要用趋势的角度 不要用波动角度去看了 要望就超转 要望就放弃 好 那么像它的业益是有支撑的 业益呢 2021年的一季度 半年度三季度 归数母工资经营率呢 是1.8亿 5个亿 8.7亿 经营增长率呢 49% 98% 153% 好 那么最新提示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或者是公诉公告 只是看短期有没有明显的利空 或者是解禁呀 或者是减持呀 大致的少一点 好 再回到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呢 像凤华高科这一支购物的 首先大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 前面 一波轰轰烈烈烈上涨 上涨过中呢 当前是属于 宽幅增浪的一个剧情 这个宽幅增浪 列出25到40 这个区间是宽幅增浪的 宽幅增浪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是在下沿附近开始反弹 开始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要观察它的量价关系的一个 视角来进行看待 好 如果说用均线系统的维度呢 咱们只做一个单纯的练习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我们来看 好 均线系统的一类买点 均线系统的一类买点 这个位置的话呢 好进入南上位之后 第一次 第一次 飞文 第二次 这个位置呢 是失文或者是存文 好 那么再往下 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 视线的 均线系统下的这种一类买点呢 一类买点过程的冲高 这个位置是做二类买点 二类买点呢 当前的一个剧情统是 一比上 一比下 一比上 那么 这样凤华高科 这类个股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它首先大的一个框架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 这个宽幅震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用量价关系的一个视角 以及呢 当前的一个结构 来就跟踪的话呢 第一 向上 不去追 这是原则 这也是咱们 嗯 反反复不讲到的 那么我们重点看 二十六块一毛八 以来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三分钟 向上离开断 离开断的话 五倍迟 而且呢 作物给出这样的一个反暴的做法 这个位置呢 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延续的 那么有朋友可能关心 既然往上延续 我在当下这个位置不可以追吗 你爱追 就追 但是呢 这不是方法论的内容 就是你 如果说不按照 有些规则 那么游戏没办法进行 方法论就讲究这一点 好 那么当前是一比上 一比上的延续当中 如果说用当然了 如果说你用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 五十三 刚刚上传一百十十年均线 量能也有 MST上零多了 意义也提振 那么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但有回落 靠近 铁五均也好 铁的十年均也好 都可以作为买点 来去应对 但是呢 后面一旦破了一百十十年均 干嘛呢 退出机制 那么呢 不用问为什么 也不用 也不用纠结 就呢 如果说后面破 买了 只有破了 破了一百十年 要退出 不破的话呢 还可以持有 好 咱们再回回到残忍结构当中来 残忍结构当中来的话呢 这是日线的一笔上的延续 日线线上的延续 放在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呢 刚才讲到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 线转下 线转上 线转下 三十分钟 中输 相当离开断 那么用三十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有一个节点呢 耐心等待下一个三十分钟 三年买点的 结果一点 就那三十分钟中输 组建完成过之后 后面的话呢 一旦结束 回落 三十分钟 线转下 回落 不破 三十分钟上沿 对应的机会点 它对应的就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三年买点吗 这是一个机会点 但是 这种模型没问题 这种思路没问题 但是会出现一个现实当中的一种尴尬 什么尴尬呢 如果说真的遇到大牛股 或者遇到比较强势的股票 它走的比较强 它迟迟不给你这种类型的买点 三年买点 而是呢 这一个 向上离开一段直接走强甚至主生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错过机会 怎么办呢 如果说有能力把握这种二类买点 当然在二类买点去试 或者是去把握 这是更好的 如果错过了怎么办呢 降低级别 当下的机会点 用五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 观察这一段 好 用五分钟的视角 用五分钟视角的话呢 它是非常典型的五分钟的盘整上 从27块6 从27块三毛九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点 作为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的 中书 组件 然后呢 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 怎么去上演呢 以五分钟中书 作为观察的视角 后面 如果说回落 五分钟 现在下回落 不破这个中书 上演 五分钟级别三点白点 三迈转二迈也好 三迈转一迈也好 这是一个进场的节点 和离场的一个视角而已 如果说后面什么呢 后面破了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剧情 观察前低 它的推演呢 要么是五分钟书延伸 要么是属于反反向运动 如果真的给你反向运动的话呢 反而好了 反向运动给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 日线的三十分钟线段下 日线的一笔下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结构背词 日线的一个体分 它就属于同时不破 刚才讲到的三十分钟中书上演 它是属于标准的三迈嘛 如果这个位置呢 它给出 破了这个五分钟中书上演 但是呢 没有破前面低点 或者说呢 哎 处于这样的中书延伸的一个节点 在期待上的离开段 那么它也只是局限于五分钟级别的 低吸高抛的机会点而已 这是方法高科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可能对于一些习惯的 或者是已经慢慢的 入门的朋友来讲呢 会比较过瘾 然后呢 会特别清晰 一模了然 一点一通 如果说完全还没有 就是前面的课程 前面的技术类型的系统课程 没有持续去听 那么会觉得太麻烦了 我就想知道明天能不能涨 后面能不能涨 我现在能不能买 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 这就属于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是很难去沟通的 未来涨不涨不知道 现在能不能买呢 他符不符合买点 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修杉只能跟大家讨论 这个环节 这个这个方法论体系 或者这样的一个程序下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样的话呢 是可应对的 买了之后 后面什么条件 你可以自己去退出 什么条件呢 你可以去把握他的指引的节点 这是一个方法论 方法论呢 是可以去复制的 是可以什么 大家可以取以反山的 好 这是风华高科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环需垫值 好 环需垫值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业绩呢 是稳定的 然后呢 没有明显的利空 那么从走势那边呢 是27块 七毛九的位置 一个下跌跌的13块06 13块06的位置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 从 咱们三线操盘的视角来讲 它还没有占上 144年均线 没有占上144年均线的话呢 那么还属于这样的一个下行 通道还没有形成趋势 好 这是三线操盘的维度 如果单纯的用均线系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13块06的位置 它是标准的一类买点嘛 标准的一类买点 而是属于下跌 盘整加下跌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它只要说后面 补创新低 那么首先它的目标为呢 最起码要看到这个位置 就是看到 进入到上面这样的一个盘整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下跌走势 盘整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上这样的下跌走势 而且的话呢 被值 这是属于均线系统一类买点 一类买点过之后到后面呢 这个是属于一买 或者是给二类买点 相伤的话呢 最起码要是 可以看到这个区间的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一个参照 或者大概率的一种情况 好 这是环需电子 那么当然了 像这类购物的根据视觉的话呢 密切根据 量能能不能保持住 因为当前呢 量能是有提振的 MSD经测 上灵足 当前足法的话还是属于 所以这个位置呢 错过这个接链 就是后面把握 群星系统下的日线的二连买点 女三位之后的第一位 形成的低点 把握他的机会点了 好 这是环需电子 这类个股的话呢 个人用他的安全边际 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可以去跟的 当然当前这种反弹还没有结束啊 那么我们再接规往下 像深圳滑墙 深圳滑墙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点评过的 点评的接点呢 是用标准的短线模型 短线模型的话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 他是有一个三分钟输 然后把握之三分钟上方 逐渐的是五分钟输 这些那种离开断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像这类个股 他眼下的一个剧情 就是什么呢 是属于五分钟 咱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接点讲到接点是什么呢 五分钟现在下 对应的不破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中途上沿 他是属于次三 就是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去对应 当前走的是五分钟的中输 如果说这个位置 你能走完 走完走的强的话呢 后面观察 给不给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这是用五分钟结构 如果说呢 走的弱 对应的话呢 有被迟 耐心等待 五分钟的结构下 或者是日线的一笔下 不破前面这个位置 把握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好 这是深圳滑墙的一个技术表达 下方呢 这是一个三分钟输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五分钟中输 所以说呢 当前观察 向上离开段走的强 回落不破 五分钟中输上沿 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如果向上离开段走的弱 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下来 补破十 补破前面的什么 前面的十四块八 那么对应的是三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好 这是深圳滑墙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以上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再一次声明 再一次强调 修财呢 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的金融演出 他们不推荐理财方式 不推荐 任何的这样哪个 理财方式 避免什么呢 而且呢 修财没有任何助理 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更多的是从方法论的视角 从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的维度呢 进行交流 如果说呢 你听了之后呢 自己看好什么类型的个股 或者什么类型的机会点 可以继续尝试 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注意风控 一定要注意仓位的管理 因为呢 修财无法对任何人的盈亏负责 而且呢 任何一支个股用产生的话讲 任何一个接点接受 它都存在隐患 都存在风险 只是你能不能控制风险的问题而已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 更加冷静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更加理性的一个视角 按照一定的方法论 去掌握一个方法论 然后的话呢 去执行 好 同时呢 也是感谢粉丝朋友 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再见